先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會有四個人 然後由我應成 然後蘇珠漢 林茨林 還有白聖文 這次會介紹 那我們其實代表 就是我們建國路二十四號團隊的其中代表 那其實我們這組成非常多遠 因為其實從去年開始 然後到現在我們的志工 跟紀錄者是非常的 來的組成長多遠 就有的是學生 像我們現在的組長者 然後還有看這場阿嬤 然後阿葬 或是說一些攝影師 其實平均總統非常多 可能是在地人 所以建國市長有一些想法跟記憶的人 那其實我們做紀錄是很單純的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我們是覺得說他緊要消失了 但是他曾經有過的一些片段 就沒有好好的去記得他 所以待會我們的演講會有四個 主要有最後的部分就是從歷史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一樓市場 那他總有四層樓 三四樓是居住空間 然後最後的話是講到他即將面臨的一個 政策上的一個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 那其實我是一開始先講一下 就是台東民意義說我們為什麼要做紀錄 其實很多人包含我們去訪問的市場人 都會問我們說 那我們做這些紀錄要幹嘛做什麼 然後最後變怎樣 所以我們今天一開始就想要回憶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很單純的就是覺得說 建國市場他在這邊三十多年 甚至他在更早之前 還沒有成為一個建國市場的空間的時候 他還就有存在一些建國市場的一些記憶 對於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對於這邊是有一些情感存在的 那再來就是面對整個大台中在改變的一個狀況 我是覺得說其實台中一直在變 那就是包含建國的意思 他說有點像是台中說音 他是不斷的可能在拆遷 然後又搬往另外的地方 所以其實有些東西真的要記起來紀錄 所以透過紀錄我們也發現說就是市場 不是我們原本想像的那麼單純 或是說原來市場他有很多群毛 那再來就是我們紀錄的成分主要是 建國市場的一個大歷史 那這可能是從一些老居民的口中得出 或是我們去搜集一些資料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個職地去訪問 攀散居民跟他們生活在這邊的消費者 在這邊的生活樣貌跟他的生活心態 那再來另外的話就是建國市場現在面臨採潛的 這件事情對他來說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可以改變 那最後的話其實我們在訪問的過程中 市場人也會回饋給我們紀錄著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紀錄不是我們軍事 只是一個雙向的一個過程 那這邊主要是我們的一些在座事情 那接著的話就由朱書漢來帶我們介紹一下建國的主要的歷史的部分 好 那首先我們先從這個規劃 就是昭和年間也就是民國27年日據時代的時候 所做的一個台中規劃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這裡就是台中火車站 那建國市場其實那個時候在設 它之後在設立之前 它已經涵蓋著整個乾城 就是那個時候的燕兵場 那還有現在包括國防部那些乾城 在那邊有一些紮椅 那這個這張照片呢 則是在1923年的時候去照 那一樣就是在乾城區附近 也就是在建國市場附近 那這裡的話後來又準備被開發成為一個商業的重畫區 那建國市場也會因為這個重畫 而跟著拆遷也就消失 那這個這張呢就是從1994年這張通照 下去看 那這張因為它本身有解析度的關係 有點模糊 但是可以稍微看到 這個建國市場的話 這裡是一塊空地 那這塊空地呢 當初可能到底是在做什麼 我們老實說我們還在做調查 再做研究 那這塊空地的話 它之後又什麼利用呢 那我們就來看下一張 那下一張呢 則是在標說 它正在土地上的建築物的使用量 那這裡是帝國堂場 那台州火車站 這裡這個時候就有台鐵就是熱區 那順便騎這個台鐵就是熱區 在2014年的時候 7月或8月之間 整個被拆除掉 有點可惜 因為這一塊沒有被記錄也沒有被爆 那這個時候建國市場還是一個空曠地 那接下來這張是1948 1948年的時候呢 這張也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這塊地就是一個空曠地 那這裡開始有些官設以及眷村的建築 那這張呢 那這張呢就是在1959年 那這張可以看到很明顯 這裡有一些長排團的條狀的防射 那這邊一樣也是眷村 那這邊就是相對位置來說 就是台鐵的熱區 那可以發現說 那這個防射建立起來之後 它到底是要做什麼用 那這就變成我們一個仿查重點 那很顯然呢 在做這個整個調查的時候 發現到原來就是官設 比如說前面這塊比較凌亂的區域呢 屬於像是校旗啊 官旗啊 軍官的宿舍 那這個比較平整 這些長條形狀的房屋呢 則是做為比較士官啊 士兵之類的宿舍 那這裡很顯然就是一個營區嘛 那營區它這裡就做為眷村啊 宿舍等等的耶 那談談建國市場 建國市場的歷史 則是在民國六十一年 聚工一場叫 那它就是一個全國最大的公有市場 那當初呢 就是因為這個濾川市容整 比如說那個時候提倡一個要做 濾川童鑫花園城的改造運動 那就是讓這些調查均勻 其實也不是所有 他商人進駐到這個建國市場 而是他們是有點像是抽籤啊 就經過各個次數的抽籤之後 進入到這個市場裡面 那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呢 這二樓的建築物湊水 那二樓他商被去牽制到建國市場 想說那個時候被判定為了的時候 有一個他們覺得有一個調整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時候在 你發現他們建築根本沒什麼 受到嚴重的破壞 也有可能就是齒算掉一下 但是呢他們都很不明不來 被判定為了 那後來他們就去做申訴啊幹好的 後來就幫他們二樓做一個加強 也就是說現在看到原法的地方 但是這些二樓的攤商就沒有回去了 那沒有回去的原因有很多 有影響就是說 他現在待在甘城那塊銀石市場區域 他的生意還不錯 那很顯然的 他自然而然沒有想在區那邊 但是也造成說 建國市場二樓這塊區域 整個摸熱下來 那這是新的建國市場 新的建國市場的話 就在那個靠近建城路那一塊 那民國二十一百零二年的時候 俊東一百零四年的時候完工啟動 他是用就是他帝國糖廠 就是後來的台電宿舍 對台唐台唐的那塊用地 那很簡單的 因為他這個時候當初的規劃 沒有作為就是市場居民的租住空間 所以呢他某方面來說 他要額外再給居民四十萬的 他是救濟 這時候才發現說 原本是要在今年的六月 要準備做採訪 後來呢 有一些各方面 包括他這個設計不是很影響 等等的 再延期再印 那這時候呢 就是告訴大家說 這些整個分部 建國市場就是在這裡 那這是臨時市場 還有新建國市場 還是說雖然說土地加起來 好像是這裡怎麼加起來 好像還有多餘 但是實際上好像只有增加 差不多八百坪的大小 那很顯然他有一個問題所在 就是這裡台中土石炸 他的交通相對便利 但是在這裡呢 他距離果實上有段距離 而且這裡 別忘了這裡可以斷市場 南京啊什麼的 沒有邀請過在這裡 所以呢 他們原本是一個聚集式清潔的關係 後來一到這裡 就變成一個相對競爭的關係 所以他們呢 基本上是希望說 同學到時候這裡跟著 搬到這裡 但是很顯然的 這裡沒有打算要 收納周邊的市集 所以呢 他們本來是希望說 這裡可能這一段維果 需要拆遷什麼 但是目前的規劃看來是 比較緩慢的 那這個 這個的話 就是 那個時候在做 改造的時候 這裡已經改造一半了 另外一半在這裡 那這裡相對為什麼就是千月大 這裡是公園有科 第一市場 這是給大家看到說 那個時候在做改造之後 那可能 整個 跟 玉川的四樓 吊腳樓拆除 那這個 則是建國市場的全版 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 L形狀的建築結構 那這個 則是建國臨時市場 才會來甘城區 那旁邊 就是一個 票房市場 那這個 則是新的建國市場 就是說 他們改變 建的很漂亮 但是 他們有個說法 你說外面是豪宅 裡面是豪宅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說 他們的攤位 面貫太小啊 等等的問題 那他們原本畫一個 平面圖 交給市政府 然後很想市政府 接受他們證號 平面圖 而是另外找廠商 自己來設計 裡面 那或許 有些判斷 他們的 位置增加 但是一定會有些人的 位置 可以分到一些 平面交角之類 那就會照著說 他們會有些埋怨 抱怨 好 那接下來換下一位 那好 我就 聽完市場了 我們就要講講市場故事 畢竟大家來到市場 就是買奶菜嘛 然後 每個人來到市場 有時候就是跟那些 賣菜的阿姨 有時候聊聊天 那因為那就是市場 如果不是市場的話 你頂過去Saven 然後就跟Saven說 那個Saven就跟你說 這個多少錢 然後他要排下一個客人 而在市場你可以跟阿姨 來慢慢聊聊天 或者是跟一些攤販 聊聊他做食物的過程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市場是怎樣的地方 有人知道你們有想過市場是怎樣的地方嗎 可以給我一點回應嗎 買菜的地方 對買菜 他是一個買菜的地方 他是一個有買賣 然後有人的地方 那如果市場沒有人 那個他就是沒有找了一種互動 找一種小交易 因為交易就是有人嘛 除非是現在 比較是隔空的網路交易上 會沒有人 那半夜的時候 因為在市場 在一個城市裡面 半夜的時候大家都是在睡覺 或者是在做報告 打電動 唱KTV 對那 基本上很多地方其實是一個很安靜的時候 那在市場的時候 那在市場的時候 你們有想過半夜的時候市場是怎麼樣的嗎 很熱鬧 對 也許他很熱鬧 那還有其他兩個嗎 小貓小狗 小貓小狗 我們來看一下 也許晚上的市場會是怎麼樣 那建國市場是一個賣很多地東西貨的地方 然後他很多食品都有賣 那我們主要歸在整個幾項 就是有豬肉 就是豬肉嘛 然後雞肉 魚肉 雜貨就是像乾娘類 一些乾貨像香菇 蓮藕 然後還有一些餅乾 還有中藥 還有一些無故雜糧 還有經過 就是屬於雜貨類 那再是新鮮的蔬菜 還有新鮮的水果 那到底哪一種貨物會先到市場來 豬肉 有人說豬肉 有人說魚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 蔬菜 水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 因為我們有一天是通宵度在那邊 我們不只一次 通宵度在市場 我們慢慢來看 他到底是怎麼樣運作的 因為畢竟想要進入一個市場 你不需要料理他怎麼樣運作 如果你不瞭解運作 貿然先去追達到人家作息 因為紀錄是需要大家 就是互相尊重嘛 大家其實是一種 配合 總統在二分數 他不是一種動物 我們一直去觀賞他們 他是怎麼樣 而是一種大家互相尊重 不要去達到人家作息 而產生一個紀錄 十二點的時候市場 那時候我們七點多七八點 因為我們在市場有個可以睡覺的地方 那我們七八點的時候 我們就有開始我們的市場生活 我們住在三樓 三四樓是一個局部空間 它是一個很狹窄的 等一下你們後面會看到兔 這邊是三樓的一個走拉 三樓走路跟四樓走路不一樣 四樓走路可以透露陽光 三樓是一個很陰暗的地方 也是有很多人懼怕見過市場的地方 因為市場 那種市場很多人都覺得它是暗暗的 它不會像超級市場那樣米亮 也沒有什麼會發 就是 也沒有什麼其他現代一點的東西 大家會覺得髒髒的 然後或是怎麼樣 所以很多人不敢爬入 建國市場的三樓 也是這樣的原因 這是我們那時候在三樓 三樓的晚上很特別 三樓晚上其實 是非常安心的一個地方 安靜到什麼 安靜到你可以連很遠的住戶 他們的東西掉在地上 你可以聽得到它的聲音 然後或者是 有一個輕輕的在那邊踩 踏腳 躲腳的聲音 其實也是聽得到 因為它是一個很安靜的空間 然後在十二點的時候 其實那邊居民 因為現在十二點的時候 大家可能也是在睡覺 那他們的居民其實是 都在看電視 然後洗澡 準備工作 因為他們的工作是幾乎十二點 就準備要開始 那這邊是十二點 市場的入口處 這邊是一樓 那這邊可以看到很多的 有些其實有些車子 已經把東西都放在這邊 要準備進來了 然後那邊是聖母宮 因為在市場裡面 有很重要的信仰 一個是聖母宮的媽祖 一個是土地宮 就是尊重這塊土地 還有一種傳統的信仰在 然後你看這是土地宮 然後這邊你們猜猜看 這個上面車上的貨物是什麼 豆腐 對 這邊就是一車一車的豆腐 慢慢進來 那這邊的呢 菜是蔬菜嗎 讓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放大土 這邊是豆腐 大概我們看過一板一板的豆腐 就是一欄一欄的 然後他們這些豆腐 就是由車子運進來 然後開始放在 有些是自己工廠在外面生產的 有些是合作廠商 然後他們會開始把它放在 該樓的攤位的上面 然後一欄一欄放上去 然後也就開始 他們會開始準備處理他們 因為有些是 大家訂貨 訂了多少 然後他們就熬多少出去 然後像這邊是雜貨 其實因為 他們是先做好的一個東西 所以 把雜貨其實很快就可以運到這裡 然後從很多各地的地方 就先把它擺好 因為現在雜貨很多地方都需要 所以他們要運到這裡外 還有運到其他地方 然後這邊是一個很大的雜貨 然後我像這邊可以看到什麼 泡麵啊 然後什麼九層糕啊 手工的 可是我不是很覺得 這是一點的時候的市場 那接下來兩點時候的市場 那麼接下來看到 第一個剛剛進來是傻貨 那接下來是什麼 接下來是豬肉 因為豬肉在以前的建國市場 其實在沒有電載規範的時代 是可以有自己去載殺的豬肉 那你就會發現 建國市場二樓其實有些溝槽 還有一些地方 所以那邊以前是豬肉攤 還有魚肉攤的位置 那因為九一大地爭關係 分離到電池市場去 那豬肉攤呢 就是這時候我們開始準備 那豬肉攤準備就是為了 要把它豬分成大家吃的不同的款 因為你們要吃的是有 可能是肋骨 然後有可能是鯉雞肉 或者是其他的部位 對 其實這樣豬會看到 他們會在那邊開始 去處理豬的不同部位 只有電載的部分 那所以他們會很早就運過來 因為電載大概也是晚上很多 而在以前的建國市場 私宅的都怎麼樣 聽說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會聽到豬的哀嚎聲 你就會看到豬在那邊哀嚎 然後那個豬的朋友沒有聲音 但是有人說我夢中都夢到那個 豬肉說我夢中都夢到好多豬在叫 可是我沒有聲音沒有東西 為什麼還有豬在叫呢 那是一個很可怕的傳說 對 因為建國市場也很可怕的傳說 豬會回後鬼叫 這個是早餐店 建國市場早餐店兩點都不開了 因為他們很早起來 大家可能會想說 早餐店是不是要給那些 開始工作人次了 不是 其實建國市場呢 以前沒有早餐店這種事情 早餐店是9月1週進來的 也是象徵他們開始走下坡的時候 因為只有你閒的時候可以吃早餐 你忙的時候可以吃早餐 你趕著上班 你就去上班 又去趕那個打卡時間 你沒有時間去吃早餐 那以前的建國市場的居民都是 大概在中午的時候 從12點開始工作 一直工作到隔天的12點 就是中午12點的時候 他們才開始吃他們的早午餐 他們其實是一個很悲響先進的環境 他們很早就開始有早午餐 都在一起吃了 因為他們忙到沒有時間吃早午餐 因為早午 他們吃的早午餐內容就像 有大麵根 然後有阿米酸 然後有一些很好吃的小吃 可是那些都已經成為了 建國市場的絕向 因為那些人 很多的人 是因為身體老了 沒有辦法擺攤 然後他們的手藝也沒有辦法 去傳下去 所以這些居民說那些東西 是目前的很多東西的味道找不回來的 那是因為很可惜 因為那時候在建國市場 很多的工人 還有來買菜的人 還有他們自己人 最喜歡就是去買那些麵東西來吃 然後也會外送到他們 每一層樓的每一個角落 你只要跟他說 我在哪一層樓 我不想 我工作上來了 我不想下去了 他會幫你送上去 或是太忙的方便送上去 對 然後再來是雞肉 雞肉再來是比豬肉再晚一點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隻一隻的雞 然後建國市場的雞肉 也是很多都是用手 都會再去分割成不同部位 然後像雞的雞心 其實是他把那個 心上的那個磨火開 把它食弄乾淨 我們才能吃到我們 所謂的雞心 所以他們這樣子常常就是 一直忙 就是從這裡 所以這手牌子就開始破 一刀一刀去銷 然後他們訂貨也是很特別 建國市場大家可能會想說 市場我可以買少少的 也可以買很多 對 建國市場就是一個 買少又買多的地方 那大批發的地方就是說 那邊走進去 他們就說 我們要買50個 100個 甚至是我要幾箱 你這是怎麼買 我要多少隻 就是多少有優惠 他們就是大量的批發 然後 之後有沒有看到他們的大量批發 很厲害的地方 對 三點多的時候 那三點多的時候 我們已經去 臨時市場 還有去周圍的市場 他們其實都很安靜 我們從那邊放一圈回來 因為要看看他們準備怎麼樣 因為接下來我們就看到 很多的高麗菜 對在這邊 因為他們有不同種的菜 然後那是一攬一攬一攬 用竹樓裝的 然後放在每一個人的角落 就是每一個人屬於他們自己攬位的地方 而這邊呢 就是看到 你知道這建國樹旁邊有一個 就是有兩排有欄杆的地方 那地方其實你們在早上的時候 幾乎看不到什麼攬飯 因為他們只有晚上在擺 他們幾乎只有三點開始擺 然後這邊會排滿的攬飯 然後他們就開始在切菜 處理菜 而且這邊的菜有分批發和涼飯 涼飯的話 他們就不用一個人細部去處理 可是當賣的時候 就是賣零售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把它弄得很乾淨 因為很多的攬位 其實都有特別去慢慢一個一個細心的 去把它 你想吃的菜 其實是處理好 處理得很乾淨 但很多的攬飯 其實也是 認識提供這些菜的來源 他們都是一些很熟識的 有些是農家 有些是批發商 其實都有些 他們都很了解說 菜是從哪裡來 然後是怎麼樣去 親手 經過他們去處理 過 然後這邊是來切 那個從很多的 就很多的千渣 會丟得像三樣 而且 建國市場的居民說一句話 就是他們以前賣菜說一句話 我們最不能忘記的回憶是 就是他們累到 只能躺在菜裡面睡覺 因為他們忙到 已經沒有辦法睡覺 他們三天只睡四個小時 對 然後他們就只能躺在菜堆裡面睡覺 他說這個味道 我是無法忘記的 因為我忙到整個 我只要躺下 這菜旁邊就睡著了 我哪有時間回去床上睡覺 他們就是這樣這麼忙 以前的生活 是忙到連這個走道 其實幾乎都沒有 都是人 滿滿的都是人 我們已經看不到那個盛況 有人說建國市場 我不喜歡過連續很多人 有人說 以前不管什麼時候都很多人 可是現在就不一樣了 然後這是五點時候的建國市場 那五點建國市場 就會看到說 這邊就是我剛剛說一排 整排的那個賣菜的地方 然後這邊其實都是賣蔬果比較多 然後還有山藥 還有一些其他的蔬果類的東西 然後這邊呢 都是批發的車子 一車一車的把要批發的東西載回去 但這一個比較特別它是下貨車子 因為那時候我朋友去問說 他是在賣什麼 他是離山來的高理財 離山來的高理財 離山來的高理財這時候比較晚到 因為離山也是太中市 可是比較猶豫那個地方 對 然後他比較晚到 他是那時候才把離山高理財 載過來開始下貨 然後這其他人都是上貨 他們都是工人 一籃一籃用勾子 勾那個籃子 然後直接點多少 用交貨的單子 然後甚至在建國市場交易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們是用刷卡式的交易 我們就是說 費多少錢過去 而不是說現場付款 很多都是已經老客戶都知道 每個月會多少錢過去 然後要送多少量 然後差不多就是 他們都是很熟悉 這些配合的廠商 根本就不曉得要能定領多少 就只要說 我要多少 我是哪一家店 然後他說好 他們都知道了 所以他們都是一種傳承的家序 就是很多都很熟悉 然後這一排 還可以看到一些獨落 他那就是周圍的市場 然後接下來 然後接下來 汽車走換菜籃子 可是菜籃子 就是摩托車 這個比較細的 這些線條 是摩托車的線條 而在那些線條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他們的摩托車 都後面有加一個板子 但是他們放貨的東西 那是最小的 大家 可是他們可以在比 那些阿國很厲害 他們可以在比 他人還要高的一些 一箱一箱的菜回家 可是更厲害的還有一種是 拖後面有個拖車 他們會把它一個一個放上去 像餐廳有些比較小量的 也是大概這時候來買 還有一些上班機是這時候來買 他們就是把那個車騎進市場 然後把東西拿了放上去 然後就騎走 這時候 見果市場步調是非常非常快 因為你慢了一步 可能你接下來的工作就delay了 所以在日面可能攤商還是買家 都是用搶快的方式 就是非常可怕 就是用錢的方式 金錢就是 金錢就是 世界就是金錢 對 那就是早上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日出 可是這也是 那時候開始就很好的地方 幫我摸一下 就是我們紀錄在紀錄時候的縮止攝影 那可能如果是很可惜沒有辦法做的話就是 就是我們紀錄在紀錄時候的縮止攝影 等一下再看一下 沒關係 那我口頭上講好了 那沒關係 那我來講一下這邊好了 那這就是中心的圓滑部分 那也就是建國市場近村的肉餅剩下的部分在這裡 然後如果是你們可以有機會看到 之後我們會再放出來到其他地方 然後我們會開始這邊就是肉攤嘛 很多不同的肉攤 然後他們就會用 那個根本就是無影手的方式在擺東西 然後看到這一攤肉它就是沒有拍嘛 他們就是這樣一直擺 一直擺... 一直擺 一直擺 一直擺...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東西 從來變滴滿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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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開始 怎麼可能 怎麼那麼快 我明明就才拍四分鐘不到 然後就把全部疊滿了 怎麼可能 因為他們的 就是說 如果你做不完事情 你就會抵戀到後面的形成 所以他們都是很積極 在做的先進 這些工作其實就是 等等再 不行 那我直接用這個 然後這邊就是下午的時候 那你們說老鼠出某種時候 對 就是這時候 下午的時候 他們難得收攤的時候 沒有人在那裡的時候 老鼠就是這間老鼠的天堂 其實這邊老鼠我覺得 市場有老鼠是正常的 因為市場的食物很多 那有老鼠就是一兩隻在那邊囂張 在那邊繞繞繞去 然後就是 其實它大小都大隻 大概就這麼大隻 還好而已啦 尾巴 尾巴再長一點點 對 其實這麼大隻 以前我高中的時候 老鼠更大隻 對 所以這個老鼠其實 雖然養得好像沒有那麼好 因為其實他們收手很乾淨 他們的車都會先插過 再去放東西上去 他們的東西其實是還蠻乾淨的 比較好 然後這邊又有什麼保濕等結 那是以前的時候的標語 你看到建國市場建的 是那時候的建子都會很特別的標語 然後中元節的時候 一定要提一下 剛剛大哥提過我 為什麼中元節這麼熱鬧 因為這邊很熱鬧 就是在這裡 因為在這裡啊 那個談判跟我說 這邊中元節有看兩區 一區是外面 一區是裡面 一區是裡面 裡面會開始 每一攤都是擺自己的祭品 然後滿滿的祭品 都是每一攤 擺在前面的餐桌上 然後很多他們的祭品 因為他們去做攤販的 攤販就認為說要信仰 有信仰就是說 會比較照顧他們 而且他們自己也覺得說 信仰會帶給他們一種 比較像中國人說的 一種民宿的一種安慰吧 或者是其他東西 所以他們那邊會擺很多的祭品 然後有道士會開始進去祈福到一圈 可是這都不是最重要 因為你們覺得說 祭品當然是好啊 像我們上次去看 那個祭品有大章魚啊 一整隻的什麼東西 做起來大豬公啊 可是現在大豬公 可能就算一幾隻而已 那以前是每一攤 幾乎都有一隻大豬公 幾乎就是像賽神豬比 是那種大豬公 大到不知道什麼 那肥死人豬 對不對 然後就擺在一攤一攤的 可是最精彩的是 脫衣物 大哥 你最喜歡的應該是脫衣物 對不對 沒有沒有 對 我聽說啦 脫衣物 以前在還沒有限制的時候 是最辣的時候 對 他們每一個 不同的地方的團隊 會互相打那個脫衣物 而聽說啦 那個男生聽說 上台表演什麼 特別的表演的時候 會還有一萬塊 大哥你是不是想上去表演一下 對 對 你是不是那時候會為了想上去 這樣那樣子 其實那 其實那二十年我看 其實人太多 很多其實 很多車的車點都被踏拗了 後來就不知道是誰踏 對啦 因為那時候是一個很刺激的環境 對啦 而且現在進入國市場 我們記錄到了 比較含蓄的中原節 都不能脫了 對 比較含蓄 對 對 應該很特別的回憶 對 然後就是有人的時候的那個市場 然後大家都很忙 你在處理 他們都沒有時間離你 如果你不去 他們就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拍肉攤的時候 大概有時候 紀錄的時候 要貼近的時候 可是我很怕 為什麼 因為他拍肉攤在磨刀 磨刀 你磨磨磨磨 然後發出那個聲音 然後老闆就長得很兇磨 然後有肌肉 因為他們都是蠻磨起來的 然後有刀子 然後想說 我等一下會不會 我等一下會掛哪裡了 對啊 因為那個 他們其實都很忙 在忙自己的東西 然後這邊就是九一之後 加固的那個建築 那也是建國市場 一個標誌性的東西 它是一個蠱蠱的建築 也就是說 它由圍樓轉變成 不是圍樓的一個判定 因為他們架了這個東西 可是我覺得 因為基本上 建築其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而架這個只是給政府看起來 然後這邊呢 就是建國市場 很特別的地方 叫做三民主義統治中國 這個大概在台中啊 只剩這個市場 可以看得到以前 這麼久的時代去做的事情 對 然後也是因為 當時叫做阿兵哥的菜市場 因為阿兵哥的卷市場 因為阿兵哥的卷市場就在旁邊 他這邊就看到以前那個 那個十元硬幣的那個 那個畫像 掉下去 掉那裡 對啊 然後這邊就是以前的 屬於那邊的卷市場 然後阿兵哥以前的 軍區還沒有成立 他們的供應部門的時候 所有的財賣都是由來這邊 這邊進行 所以當時這邊的量 很多都是工藝在阿兵哥 而阿兵哥 具有自己的工藝部門 國軍有自己的工藝部門的時候 他並沒有 就是說這邊也是開始走向衰弱 而後面有 雖然有 對 後面有那個連售業進來補足 他的疲乏量 可是其實還是沒辦法達到以前那種 很多的菜市場來的盛況 對 其實這邊就是傳承下來的一個事情 是 這兩個攤位 我們去訪問的時候 這一個攤位是做 金化貨腿 你們知道 傳統的金化貨腿 非常好吃 他是一種 來自對岸的一種傳統菜鳥 對 然後那種傳統菜鳥就是 叫貨腿 然後當時他們也需要做 很多的工具 做完這個 然後這一隻 這麼大隻 做完至少快12個月 他是一個非常好工時的東西 最快也要10個月 你想吃到這個東西很困難 而老闆那時候也是從台北開始搬下來 老闆從台北開始找到這塊地方 然後開始在這邊經營 然後他自己也為了說 當時很多人去改良一些適合的味道 就是傳承 他除了自己傳承他原本的菜的味道 那個鍋腿的味道以外 他自己也要再去改良一些更適合的東西 對 然後可是他在兒子接到他的手的時候 反而是更堅持傳統 他爸爸傳下來的那個東西 而並不能再進行改良 因為他如果再改良的話 有時候可能味道變大 會變成什麼 反而去失去他原本的本質 就在 這是一個屬於建國市場的傳承 而那這一家那是那個 王哲航 王哲航是已經傳到 他從他嫁來這裡 然後他講過他一些 那個在嫁來菜市場 一些不適應的時候 因為這邊最可怕就是 新年的時候忙不忙 新年的時候忙到你手都快抽筋 點錢點到手中心 不發貨發到手抽筋 因為大家都是很操的狀況 幾乎就是好幾天每歲 所以他們那時候他嫁來這裡的時候 覺得很可怕 你們夫家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可以把我搞得這麼操 然後他整個都在哭 他說以前那個生活是不好過 可是他們這家在公司 他們做的是辣椒醬 蒜泥醬油 像春水糖的那個蒜泥醬油 不是蒜泥醬油 就是蒜泥的那些辣醬 是由他們這邊製作的 他們是自己一桶一桶的 他們說以前那種廚餘桶 那種大小的桶子 他們以前要做上百桶以上 出貨是很大量 然後甚至連統一的工廠 都是用他們的調味料去配 然後他們這邊就是 一些老客戶就是很喜歡 回來這邊買東西 也是打個電話 因為付款就是 嗯? 我就說 付款就是 好啊好啊 下一個月就是知道的 反正就是他們就自動匯款進來 並沒有拿線草去支援 就是這樣 對然後這是二樓 二樓的時候很多地方就是 有工廠啊 然後有一些烤鴨店 我們最討厭就是烤鴨店 為什麼? 因為我們做紀錄的時候 我整天已經沒吃東西了 你烤鴨店 不要什麼香味給我聞啊 真的是很討厭 因為它的香味真的太香了 因為整間的烤鴨店 他們甚至要幫餐廳出 上百隻的烤鴨 然後所以那間的烤鴨味道 我是最討厭的 因為真的是很好吃 真的 然後像這邊有豆芽菜 你看不要看它只剝豆芽菜 它以前做的是港式典型 他們以前是批發給飯店 還有一些甚至是嘉義來的飯店 都是由他們這邊批發出去的 那建國市場在921之後 它也沒有開始就是 開始退休 然後開始做它的 摩托鴨菜的親錢 對 因為很多小孩其實並沒有說 很想要接這個活動 就是接這個在市場裡面 因為有些談判的兒子是說 我這不是人做的生活 你只能睡三天 只睡四個小時 真正的不是人做的 可是他們也是因為他們的努力 和情侶打拼出他們屬於他們的節目 在對於會不會搬遷這個事情上面 他們其實很多人都說 我青春已經賣到這個牌櫃來 就是說 他們從年輕的時候 有人七歲開始賣菜 有人十三歲開始賣菜 其實他們都是 很多都是 小時候就開始幫家裡忙 然後從頭忙到尾忙 到現在老了 六七十歲了 還是在繼續再賣菜 他們對這邊其實都 周邊都有一點感情 然後也是為了說 為了自己的生計 然後這邊其實就是 他們的生活其實 也許市場不是說 市場會不會改變 是一個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我們覺得說 那保存下來 我們紀錄也許就是 可以傳下去的生活記憶 以一個現在大賣場時代 與一個往後時代不一樣的生活記憶 大家都是其實是為了吃一口飯 然後今天我們來看一下三四樓 然後 剛才我在一二樓 我們現在要爬上三四樓了 對 然後那個 然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 這個是他們三樓跟四樓的公共空間 跟他裡面住家的一個狀狀 然後 其實主要是要介紹一下三四樓的居民主 因為三四樓一直是我們就是紀錄來說 比較難的地方 因為他們不常出現 而且不太好去跟他們就是 跟大哥怎麼說瓜瓜 對 我就是跟他就是有認識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三四樓他一開始 居民其實就是在紀錄市場 代表明國六十一年 第一代來的菜市場的人 他們在樓下有生意 然後在樓上有住家 那後來就是因為第二代的那些人 是羽姓 然後嫁過來 因為夫家在這邊 那待會兒會介紹一個就是謝媽媽的例子 那嫁過來這邊之後 接著第二代第三代 就在這邊 建國市場的三四樓居住 那再來一個 因為社會因素而導致的另外一波 是九二一地震之後 其實九二一地震對於中度當時影響很大 然後有一些比較弱勢的居民 其實也是在那一波的時候進來居住 那他會住的一些空間 比較是原本的居住空間 可能他的居住者已經有一些經濟的人 他到外面已經有住家 可是他在這邊已經是空居 所以他有一些人會讓 就是算是轉租給這群人 後面都有一些弱勢的居民 會租在這邊 那可是其實還有更多的空居 其實是沒有被租出去 因為他們其實更老一輩 有一個觀念是那個 我才不是很清楚 但是就是一種祖宿 一種成家立業的地方 所以他不會隨隨便便做轉租轉租 所以雖然你走在三四樓 他是一個空屋黑黑的那種廊 但其實他們曾經在這邊生活過 那OK那接下來的話 要介紹其實是謝媽媽的一個例子 因為他是三樓的居民間 三樓裁業的美髮院 補習班的一個算是老闆娘 然後其實他一開始民國68年的時候 因為駕到福甲 福甲是這邊第一代 然後大概到民國70多年 才開始在這邊 有他的第一個美髮補習班的一個店面 那他一開始其實在建國市場來說 美髮產業在這個時候 670年代其實有一個繁華的過程 因為其實光一個建國市場 二樓最多就是美髮廳有四個 然後離法院可能謝媽媽也不記得多少 但是也非常多 那三樓就唯一整個就是 謝媽媽的名跟美髮補習班 那他這家比較不一樣是 他是美髮補習班 所以他會教一些學生 所以其實當時他的精神來就是 教一些想要學美髮的人 那其實在那個經濟發達那個 應該說經濟史編那個年代 很多人想要學美髮產業 學美髮這個因素有很多 那國外國有四個 那謝媽媽她自己就是說 其實因為大家想要 那時候大家都有個關鍵 叫做一技職場 那還有就是一天女性走出職場 然後在職場上 希望有一個一技職場 可以賺錢兩殺 有能力養進的小孩 所以一技職場性的背景 主要再來就是 其實很多鄉下人想要搬到都市來 那搬到都市來的過程中 但也是讓補習班的學生變多的人 第三個的話是 當時有一些是像三四十歲的 做特殊行業的女性 那她可能就是想要轉行 所以那時候她美髮產業 其實也有一部分的學生 就是來自於這些 那第四種的話 就是真的是 當時可能有一些 經濟比較弱勢的家庭 那媽媽就會帶著她女兒 大概十五十六歲 就來到了補習班 跟她說要做學徒 在這邊長大 在這邊工作養家 其實她十五六歲的時候 她都是現媽媽女兒的生育 所以那些學徒學生 跟女兒就是居住在一起 他們也會就是 讓他們居住在他們家 然後一路長大 然後再去工作 到他們出假 然後離開 所以其實她們學生 跟謝媽媽 還有在這個市場的時間 跟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 然後 其實後來到了 大概八零年代 或是後期一點 就是美髮產業的 有一些消逃 那原因是因為當時的 美髮結學校開始就是興盛 然後對於這種私人的補習班 就是當時她可能是一個人 然後拍美髮補習班 那種可能也會有型 然後沒辦法跟外面的那個職業補習班 職業學校的美髮戲做競爭 所以開始沒落 然後學生變少 那以至於說 謝媽媽的經濟來 可能就是來自那些 就是年輕的那種老師課 那後來就是曾經 當謝媽媽決定說她要收掉 她的美髮補習班的時候 然後那些學徒就跟著她 已經大半輩子了 然後已經可能已經做媽媽 然後還拉著她的手說 拜託不要走 然後就是至少讓我待在你身邊 謝媽媽就不行 因為真的是沒辦法 因為後來她就只剩下幾 一些就是長長光明的老顧客 那些老顧客可能從黑髮都已經變白髮 那甚至就是慢慢的變小 所以後來謝媽媽在青年的時候 就拍了建國市場在另外一邊 跟著兒女樓居住的一個地方 那接下來是 其實謝媽媽有分享到 就是建國市場的三四樓的居民 其實當時他們會 在以前的時候 有曾經發生過 場案小偷的一些治安上位置 然後這也是大家一直對於市場 有一個很複雜的一個很黑暗的 一種想像 但是其實當時市場本來就人多 所以偶爾當然也會有這些 可能壞人會進來 但是三四樓的居民 其實他扮演的一個 就是守望強制的角色 對於市場的人來說 居民他們算住在三四樓 但是他們時不時就可能會出來 就是有陌生的人來的時候 就是會問說 欸少年你要找誰 好 然後呢 要找誰 然後就是像謝媽媽這種 就是他常常都給小孩一個觀念說 遇到陌生的人你要怕 然後主要問好 主要跟他說你要找誰 這樣子的話 你怕他就會比較有感一點 而且他甚至比你還更多 守見國市場 然後怕他 所以讓他們這樣子的 一種精神也建立起一種 就是守望相助 然後也給別人一種 就覺得說 欸後來呢 小偷跟治安的問題 其實也比較少了 那下一代的轉變其實要講的是 謝媽媽她算是 已經算是後來才翻過來 第二代加官主性 可是像他們第一代的下一代 就是兒女跟她的兒女們 後來因為市場的發展 其實有一些不一樣的轉變 因為其實第一代的都是辛苦過來 像剛剛都有說 他累到都要躺在菜上面 那就是根本就是沒辦法去做 其他的一些生活寒暄什麼 所以其實他們鼻子的互動 後來媽媽變小 然後小孩子其實也是從小 就灌輸的觀念說 就是爸爸媽媽那麼辛苦 就是為了希望你餵哪邊更好 所以他們其實很多都是從小 就是就關在家裡 關在那個小小的房間 然後就是可能很多長大時候 都高才生 可是明明就是隔著一面牆 然後是隔壁鄰居 可是你長大之後 就長大之後 你都不知道誰是誰 然後你也不知道隔壁鄰居是誰 就是下一代其實他們慢慢的 也對於建國市場 可能就有一種疏離感 那其實彼此之間因為工作忙 爸爸媽媽們其實也沒有再多做的 多做其他寒暄跟互動 然後對於建國市場 其實他是充滿興奮的 雖然他在前年的時候 然後離開了建國市場 就是比現在更多的居民 可能就是有一些經濟的水準 所以他可以到其他地方居住 可是其實他以前也是苦過 因為從鄉下到這邊 然後開始呢 在城市裡面就是拼搏 所以讓他小孩子有不錯的生活 但是這一些點點第一其實都是在建國市場發生的 然後他也就是有一個小差距就是 其實在建國市場 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大事件 就是921剛才講過 921那時候 不是被政府說就是 建國市場是微柔嗎 然後那時候他們還曾經就是 市府的把他封起來 但是居民跟殘銷都非常強 因為這完全就是影響到他的經濟 跟就覺得說其實建國市場 他的場壁非常的厚 然後他的主體非常堅硬 所以他隔音也非常好 但是當市府說他是微柔的時候 他們曾經抗議到就是在巴德路上開地的會 然後謝爸爸就是謝媽媽的老公 他就站出來就是問那個就是市府的大衛說 就是說如果建國市場真的倒下來的話 那全台都是全部的房子都倒下來的 因為他代表說其實建國市場是一個非常堅固的一個房子 然後真的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被判為榮 那可能當時候就是 後來政府就決定要派一些專業的鑑定的人 然後去做鑑定 所以後來就是大家看到這二樓補修 然後大家還是聚聚在那裡 那接下來的話 那我接下來講的東西會比較死也會比較火 因為此部分是因為政策不會有關係 所以大家請看人家聽另外靠北 那火的部分是因為他跟這個市場的人沒有關係 好 那我這個題目其實訂了我自己後面看也很關過來 因為應該是政策有問題 是問題不政策 來看嘛 那第一個是問題 那現在金國市場要面臨什麼問題 先問一下去過的金國市場先舉個少 我想再確定一下人數 好其實蠻多的齁 那如果大家有進去過的市場 無論是第二或是第五或是第三 都沒關係 大家的印象可能就是 喔地板濕濕的啦 可能那個很多無垢啦 或者那個魚飯啦菜飯上面很多渣 嗯好 這些電腦市場都有 甚至更爆炸 那剛剛在前面的一些小故事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市場的空間是很陰暗的 那包括921也導致他的結構是很不穩的 所以他就產生了第一個問題 不管 他就產生了第一個問題 就是結構樓袖 那第二個是 攤販的空間代表 因為大家想想 嗯 今天我突然賣菜 然後我賣賣賣的時候 我就會有個認識的小女孩 然後 後面變成是我老婆 那是不是我會生小孩 那等於是我的家 如果 平常活著這樣 都要把我生小孩 對啊就是這樣啦 那是不是會生小孩 那今天 市場內容大哥就說 這是老鼠會 連老鼠都會了 那人怎麼不會 那意思就是 當一奶一女 然後底下又有一堆人之後 之後 就是男生對女生要繼續 最後面會衍生出 就是一連串的家族 或是一連串的人孔 對 那一個攤販怎麼會搞 那像我們今天 很榮幸 我們在一個攤販 攤商做一個討論 結果 他家的真的很厲害 我們一開始覺得他就是我的一台 結果不好意思 他家在店鋪設廠裡面有八攤販 也就是他有八個 兩個店鋪 六個還是三個 然後加半個小小的房間 對 所以 他們家實際上 已經從兩個都變成是十六個 當然 這是我算的 後面身家分大跌 應該是二十四個人 因為我八個人叫出來 好 那第二問題是 建國市場 後面的衍生市集 那大家如果去經過市場的話 如果只是經過的話 那就看不到 建國市集算是好玩的 是在他背後的地方 他一部從建國如能南京路交位點 這次才是他的中間 所以他一公 我們稍微算 應該是350平方米的市集區 加上 一公里 一平方公里 他說 一平方公里 他的範圍差不多是 六個建國市長大 他衍生了市集面積 所以 實際上 他外面的這些市集 就已經瓜分原本 建國市市場裡面的市集也很重要 所以搞到現在 在建國市場裡面 實際上去面是 噢 到他前面做屁媽媽 然後 還有手課的民眾 所以讓我們這些 年輕人進去裡面 會不會 欸 同學你來幹嘛 甚至有些就不扭上 你就做了這些事 所以我們想 想去去拍一些 小東西 像是肉啦 或是一些 呃 假設沒有黏人桶 我要怎麼拍 我們要在很遠的地方 那時候 狂大鏡頭 因為老闆他在那邊 等你 對 那我們去畫面拍的話就很順利 喔 最後的公禮是 舊神再生 那為什麼舊神再生 燈電國市場不移 舊神再生是幹嘛 那就是要做祖父根 要做 所謂的 更新 那當然啦 這麼舊的東西 還會更新 市政部的角度就說 要 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還寫比較活潑的地方 為什麼活潑呢 嗯 有做過台鐵的請不去找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只住公車 喔 再確定一下 如果大家有做過台鐵的話 經過下台中的車站 大家應該 會發現一件事 前站的 站體是很大的 然後後站就小小一個 不知道在那裡頭什麼的 我也不知道 喔 那我爸爸以前在台中工作 然後他是從後站以前 為什麼我發展原來是 用賣木材 喔 他是一個運送木材的地方 喔 所以 上當年站的時候 變成是前站都是人 後站他們所有 都是木材 所以 人是怎麼 鐵刀工 木材工 然後最後一個是白軍工 或是有像我爸爸的一些 鐵路工 對 後站的均勵是很少的 那 鐵路 那 鐵路他也在讓前站的發展 那到最後面 他就變成是後站的一些阻礙 那所以他現在 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讓鐵路高教化 這樣他的成員 平衡發展 那種平衡發展完 像做什麼事 對 OK 你去幫我們 再手機一次了吧 直接抓 好 等一下 放棄的東西 嗯 好 剛剛講到了 那所以變成是 鐵路變成是 職業的主愛嘛 那所以要做鐵路高教化這件事 那鐵路高教化他必須貝爾 我剛剛前面說了 舊成績再生 那舊成績再生要做什麼模式 就是副歌嘛 就是大家被他 底下有個舊成績 跟進去複術 然後再生兩次 因為 我們現在跟這個老師 他就是工具再生 鐵業術老師 他選用再生兩次 不是複術兩次 原因是 複術的話 如果是以前一些比較壞的 比較 複術的東西 也會真的不行 這是必然的 那用再生的話 是重新一個開始 那希望有一個 希望中指在裡面 戰勝 這也是一個好開始 什麼也不會跟七起那邊的惡啦 像是一些豪宅啦 這些 不算的關係 好 那再來 有一個東西要 要小小問一下大家 這一點要問 那個 大家知道 解雲有台中的幾條線嗎 有印象嗎 三條 大哥有 三條 三條 那是三個拿三條 大哥可以知道嗎 好 你是馬上就沒有 蛤 對啊 拿三條 拿三條 好 沉線 把沉線被砍掉 好 我就簡單說一下好了 因為太卡都不懂 那個 三條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 紅線 橘線 藍線 那現在紅線是什麼 台鐵部分 它的範圍其實很廣 就直接從公園 然後移路到 有人說髒話啦 那目前是 戰爭到大慶啦 然後有人說到神宮啦 那目前 我們看到的企劃就是到大慶啦 到處什麼 它要讓區間的班式變成是捷運 等於每六分鐘到十六分鐘又要發一半 但這點是台鐵所有算 我也不知道 那個 那這件事跟 現場沒關係 按照道理來說 建國市場的關係 會因為這些火車 變多了 所以人口都變多了 那 這邊有嗎 錯 不知道 但 郭敬人是希望有一件事 台灣是希望說 喔 直接這些東西 讓建國市場跟 就成績再發展 那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發展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政府所有算 那我們來看一下比較熟 這些東西 好 這個是2008年的 政府資料 但不好意思 就是我從2014年的 市議會展開走出來 所以它從2008年到2014年 它是用同一個版本 它這六年完全沒變過 對 好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就算連續它舉個計畫 那 它這些東西 它現在就已經做了 好 再來這個是 但是建國市場有比較關係 也就是台中車廂事件地區 也更清楚 更清楚 我覺得中間 可能大家會覺得 它空洞位置很奇怪 嗯 但是我也不知道 這是算太好出來 來 那這張圖一定要講一下 嗯 有人可以面對建國市場哪邊嗎 對 對 因為我知道已經 已經有人很熟悉 建國市場在這邊 其實應該都底下這區 上面這邊是產權捐盾 那這邊是原本的 建議優先更新 那個現在就不知道做哪 已經被拆的台鐵輸設 所以有時可見 增加更新跟優先被拆 結果是台鐵輸設 這個產權最好解決 所以它現在變成是 很大的停車場 那我們再來看是吧 我們來看一下 問你媽媽也是政府 怎麼對這邊做解釋的 建國市場的解釋是 目前建築物語老舊 這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唸 斗肉 算了 不知道 對啊 這就是整體使用情形不加 嗯 所以是有時可見 市政府已經把建國市場定義成一個 已經不堪使用的市場 那台鐵輸設呢 台鐵輸設這邊 讓大家看一下 他說 年代已久 且整體居住 環境另外 公共設施明顯不足 他說 另外 不算不算遭到非法信用 那這邊的話 這邊現在也是猜啦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些非法信用的人 好啊 他跑到那邊就是建國市場 所以我們在建國市場 晚上的時候他會看到 對於我們 對 所以我們那天 呃第一次居住 他們有他不知道啊 我第一次的時候我下去三四一樓 所以 我屬一屬 在二樓跟一樓 我看到十六個樓民 然後他們已經進化到 旅車那邊海洋 他們有 有小電視 然後有 小一個小小咖啡機 所以他們倒閉 好 來 這個是一個方案 就是 二門八點的一個方案 那 大家知道怎麼這麼懂 我們直接跳下來講 就這樣講 大家可以看得比較懂了 只不過我們在跳 上面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一定要講的東西 來這邊有五個東西 這叫商業區 這叫道路 這叫公園 這叫廣場 所以 欸 我也覺得他沒那麼帥 沒關係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 他這邊的意思就是 就是把建國路的南軍電線打工成一個公園 然後他旁邊是商業區 他2008年的時候 他是要把他變成一個 呃 有點像是台北這種原道的商業劍體 等於是 旁邊是 享受商業街 中間有沒有讓大家走入的公園 散步的地方 那他後面做什麼事 我剛剛看 你這樣不知道 他這邊變成一個公有的商業劍體 然後前面是一個公園 然後這邊又變成一個商業劍體 然後這邊是 就是 台北清戰艇 喔 然後他的第四號碗 他說 公園投入 共同負擔 避免獨立承擔 嗯 但是很奇怪啊 公園投入這邊全都是公的 我們也真的不知道他有什麼 私人的地方 我會折瘦我都不知道 那另外一個 他說 都跟 都跟模式高度級規劃更負彈性 但 這些 民眾他們是沒有決定權的 對 他們是沒有決定權的 所以這些東西完全不彈性是死的 這點應該剛剛在講 然後大家可以開始想像一下 原本中間這邊是公園 然後後面是商業量級 那現在他這邊 這邊是公園 然後後面是商業量級 那代表一件事 他前面這邊可能會變成一個 很嶄新的那個像金站之類的轉運站 或是後面變成金站轉運站 他目的性就很強烈 他想要蓋商業大樓 他不是原本想要蓋商業界這種模式 他是幫你的轉變 實際上是往商業大樓跟轉運站這種 台北新發展的模式小事 然後他就體驗很好玩 就想叫 文化成中西門路 然後他就把這些很傳統很傳統 然後有具有的情味地方 之後拆成一些 我們到現在還看不到 我看了從高中一年級 看到大學一年級的 新戰戰敵 所以會變成一個小小的特點 但也不是 他新戰敗了真的幾年 然後原本應該是今年年底 但是我現在只看到他 是不是應該好 對 然後不好意思 建國市場的位置 他也在我高中三年的時候都要猜 結果我大學五年級的時候都要猜 才知道他猜 但是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他才要猜 所以又是肯定要看 工資政府的施工模式 跟他的講法是有點 好 講完那些東西 講完那些有點 無聊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新建國市場 新建國市場 發展的模式 底下的這些東西是 新建國市場 我把他 這 十幾年來的一些歷程 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 減速 大家看一看就好 他的紀律 面積工程是2.23公斤 但是我們跟 洪大哥 還有一些市場居民 得到的一件事 他原本 建國市場的 面積是1.71 然後市政府 以諾的是3倍 3倍喔 所以1.71乘以3倍 應該是 5.31乘以3倍 但是他實際上 給新市場的 2.23 所以 等於是他連 群群面積的一貫都到 然後這點 市政府 回應說 我們要做公共設施啊 我們要做什麼 什麼 所以 後面是後面一片 運氣的時候 市場小小的 好 這邊底下是 新的 因為我是哪 剛剛大家有犯錯 不過 現在啊 所以我已經包起來了 等一下 那是摩西 是讓人生的 好 好 第一個 我剛剛講 他面積變小 所以他也到這裡 他台灣面積 新的比就小 什麼叫新的比就小呢 他原本的想法是 我們就按照基金的契約去改 然後去再重建一次就好了 結果 不好意思 那個 什麼 他剛剛有去會談的時候 發現 欸我什麼 門口一根猝死 所以我設計進不來 所以我原本是寬寬的 可是我假的我這樣比的話 是 兩邊還摸不到 但是新的市場是我兩邊比 包來手手好手起來 大家懂了吧 他那個 是有很多 視覺上的 差異 所以原本可能 可能是之後 我 應該是到這邊位子 你被省 但不好意思 他新市場是 知道這樣 這樣好像省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他原本是 寬而淺 然後變成新市場是 傻而省 然後就有跟他常常 我們抱歸的那些 那假設網 瓦斯桶啊 或是一些熱池的 在裡面發生意外的怎麼辦 這點大家有沒有想過 然後另外一點是 那些 他常常要賣東西 他們喜歡用幾個東西 第一個叫很貴 第一個叫說 鐵蘭乾 第三個叫提架 那這種其實是 尋用 全大面積的覆測 這樣大家才看得到 才有辦法挑嘛 那個 現在變成是很深 那變成是 他很足夠在這裡面啊 然後 都需要一千點 所以我也不知道買什麼 可能我原來去買素質的話 可以從 一千多種開始挑 然後就挑出一種喜歡的 然後後面變成是 我只能從 一百多種挑 然後問老闆 裡面有九百多種 我會有什麼喜歡的 這是有點保持 然後另外一個是沒有想一下 有沒有公共設施 其中的 不然給那個圖 因為一些版權的關係 所以我拿不出來 我師傅都沒有會改 他公共設施其中原始 原本 建國市場的公共設施 就是像貨機啦 廁所啦 它是吞吞在四周 所以大家上座的很方便嘛 大家走四周也很容易 但是新市場的公共設施呢 就是口入口呢 我走到廁所 算是四百公尺 公尺遠 從出口走出去呢 哇 我要隔一座牆 然後我走出去 我要八百米 所以就此可見 他是在中間 走到 那時候探班 探班也說一句話 那 我的貨屁離我的廁所 還有離我的商戶 各離三百公尺 那我是有固定 固一固 我要跑百米的速度 來回呢 然後 我 停車場在三四島 我車上去了 那 貨屁離我的 單上 又三百米 那我是不是 都扛起來會比較快 因為本來樓是在後面啊 貨屁下來三百公尺遠 我到了 我車門也好 然後這個東西 我覺得最扯啦 它原本設計是兩層樓花米高 花米高 大概有 有一點 細一點的嘛 就是兩層樓 現在 把定義就是兩層樓 再多一點點 所以平均一層樓是四米 好 很不好意思 現在有設計圖是四層樓還是八米 所以如果平均的話應該是一層樓 兩層樓對不對 我剛不好意思喔 它停車場三四樓就要 各2.5 所以它是4.2 所以它一二樓 它加起來 又只剩下 3.8 那3.8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一樓又要挑高 一樓又要挑高 好 那現在 我們這邊的樓是3.7嘛 3.7嘛 它縮小一點 3.5 3.5 然後 有些比較低 有些只有三米 它二樓的話就是 連一公尺都不知道 所以它二樓他們說的 那個是要爬進去的嗎 所以 洪大哥他們這些樓上就說了一句話 它外觀看起來像豪宅 你們繼續看 在外面看到就 喔好漂亮喔 住室超有 幫洛克風格 進去裡面 豪宅 對 那 這是我們成就最後面 要給大家的一些 想像 那 現在 會不會被拆之後 被拆之後 會不會變成公園 這是位子處 因為大家也看到了嘛 因為中間是公園 旁邊講說是上面樣底 然後現在變成是 中間 前面這一區是公園 後面是商業亮點 所以 那中間這一塊啊 會不會變成公園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他一直來 我們只知道他 想要蓋商業道理 對 好 中間這邊是 我們希望的一件事啊 我們希望 經過我們進去的 進去一些 空間的利用 還有我們 在這邊做一些分享 然後 還有在社群網路做一些分享 然後大家也可以 更關注這個議題 然後 也希望大家能去幫我們 follow 或是分享 簡單單的分享 或是按個讚 實際上 對我們幫助就很大 然後這也是 我們希望的衝擊目標 談不上衝擊啦 但 對於 硬體的經過市場來說 是很重要的 希望我們的進出 等 讓他被拆之後 因為他初天會被打 留下一點東西 那留下一點東西 那留下一點東西 初天會變成公園 但 另外一點東西 那大家都對經過市場 起碼有聯想 起碼老闆庫看到這些東西 來 經過市場在哪裡 或是一些 新的 外地有客 他們現在進來這邊 也可以知道 這邊以前都經過市場 這邊有更多想像 這邊是一位林冠文導演他拍的紀錄片 他的片名叫 走足建國市場 那也希望大家上youtube看一看 目前只有五分鐘面光啊 然後導演他說 他整理了把它拍完 但是這五分鐘 就已經夠精彩了 所以也希望大家 點他回去 或是 等一下結束之後 就可以上youtube一下 否則你走過門了 好 我們來結論吧 其實最後結論就是 稍微講一下 我們在這些紀錄過程中 也不斷反正做紀錄 可以幫助這些居民做什麼 其實 紀錄其實它是可以留下來的東西 所以 如果當這些東西 當這些居民真的不在這裡 當這些人人要消失 應該說 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或是他真的 樓上的居民 他沒辦法在新建國市場 待住了 然後這些房子不在 其實建國市場 它是一個很漫長的美景 但是 消失是很快的 基本消失是很快的 所以 紀錄可以做什麼 其實就是 傳媒他們下一代 或是告訴更多人說 其實他曾經有過 這樣的東西 只是 為什麼我們需要 紀錄呢 因為他們其實自己不太 不太會知道 他們需要紀錄什麼 或是他們就覺得 這是習為常的事情 可是 蘇芙芝奇他也是 整個都市 整個城市裡面 呃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如果市場不在 那其實你們可以想看 他影響的是多少的居民 他們的飲食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一些作息 所以其實我們認為說 他們自己認為 他們是市場小民 但是他們其實 他們所有辛苦 跟他們所有的 歷經的過程 其實是一個社會 一個時代的作品 所以紀錄其實 他是有必要性的 那所以 因為我們這團隊 不斷的用文字 或影像 或會讀方式 那未來可能會在 一些場合去做展覽 然後或是希望我們把 我們現在正在建架網站 然後希望可以把這個 一些關於這些文字紀錄部分 可以放到部落格 放到那個網站上 然後真的是建國市場二日四 然後還有 甚至希望居民自己 可能是生活在建國市場周圍 可能的關係 或是你是老台中 你對建國市場有印象 那甚至更多是 你是建國市場居民 然後你可以 開始去想想看你的過去 然後提供我們做紀錄 然後也一起去做 紀錄最快的部分 那之後我們可能今年 會有紀錄者 有一個看護 那主要是建國市場 有一些文字幾乎的 那個累積之後 有成果的展現 然後還有插畫展是 就是一些 我們在這個台中 插畫的一些創作者 然後他們有一些累積的作品 其實他們也需要就是 有一些希望 用他們插畫方式 也是不同的角度 去看建國市場 體驗影的話是 其實我們現在在建國市場的 二樓有29號空間 他現在是做我們想要 測展的空間 但雖然就是地址 上一次颱風之後 我們的畫作 我們的照片 完全都被推落下來 然後我們也沒有任何資金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 地址 然後自己都跌在場 然後也沒有任何利物 就是一個很美 很美麗的測展 但是它是一個活生生的 一個29號空間 它是一個建國市場的 一個空屋 然後就讓我們擺放 我們的未來 我們會有一些策展的活動 然後 43號空間是 三樓 剛剛那個謝媽媽 非常好心的提供我們 一個紀錄的 一個可以休息 什麼可以講 休息的一個地方 然後所以我們未來 也會在那個 三樓的一個地方去做 可能會有體驗 然後請大家可能 跟我們一起去體會 那個建國市場 24小時 是怎樣的運作 然後最後我們可能會 跟東西在地 然後在地基地的一些 建築 跟著然後做一些 可能形式工業的再造 然後希望是 因為他們現在 已經有很多空屋了 那他們其實 有些居民也 被我們進入感動 然後他就是就是說 其實他會是 努力的說服他的大伯母 努力說服他家人說 拜託 要給我們做紀錄 但是 也是他們第二代 有這樣的想法 他們第一代可能 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們也很幸運 就是遇到他們這些 好像希望紀錄自己家的 這些第二代 然後幫助我們 好 那大致上是這樣子 好 謝謝 那我們那個紀錄 就先坐在這邊 最後是QA時間嘛 然後 好 然後就是想問會 我們先坐 我們先坐 這樣我們家裡也大 就是大家有什麼問題 跟想法 就是可以付出來 我想要了解就是 原先那些建口市場那些攤斂 是從綠川那些吊腳過來的 我想了解說那些 到底當初那些貪犯過來的人是哪些人 就在這麼多年中間有沒有 有一些變化的脈絡或者怎麼樣 包括這些人的演變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我想去了解一下 那我們其實在整個訪釣過程中 有找到一份有關於那個時候的租刃 算是他本來是一個預售形式 那再補充一下他其實是 借國市場他是一個預租的形式 他原本在建的時候其實不算是政府出資 他算是跟要來這個從釣島搬過來的這些攤商 先預收904個月的租金 那在這個租金裡面就會有一個 可能是名單 那名單就是那個 美國五、六年的時候 那一口套名單 那這樣看來的結果 我們會發現說 是還是蠻多那個 攤商就是原先從釣場過 當然他會有一些轉租的過程 像是有個很衰的 他其實在三年前 那三年前他跟一個 他那個三樓的住戶轉租 花了120萬 因為他有買那個豬嫩犬 但是那個時候就說 他有在買完之後就說 建國市場有差了 然後後來他的補償費可以領到多少 40萬 所以他等於在這兩年內 被料了80萬 對 那這是一個例子 那基本上還蠻多 就是那個時候還有留下來 包括一些那個店面的老店啊等等的 基本上就有留下來這樣子 那還有誰想要提問的嗎 也許有些地方我沒有記錄到 也許可以提一些意見給我 就看你們對哪裡有興趣嗎 所以我有個問題想要問 請問你們在這紀錄的過程裡面 有去跟政府的人員做過一些訪問嗎 因為我就是看這個過程 我覺得 因為紀錄者有可能是 他應該是要從 他也可以去紀錄市場本身裡面的生活的人 可是他 因為好像跟政策有些關係 其實我想說 時候幾乎有什麼可能 去跟政府的人員去問他們 因為從裡面的過程 其實看到 你們都大部分是提到新市場的一些缺點 可是其實沒有提到新市場 應該 政府當中規劃 他應該是有一些有點的 不然政府的選擇 那也不會做這種 就是 完全對人民不利的事情 可是因為 在這個PPT裡面 有沒有看到市場的 有一點點 這邊我比較爽 因為我這個暑假 就是最後面一個月 我跑了 就是經濟發展局 就是次發展的這兩個處理室 然後我去找他們的科長 有一對科長還蠻客氣的 其實我跟他被聊聊天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喔 秘書說 科長他出去了 但是我們一出去了 就聽到 科長在裡面轉工 對 所以 他們聽到建國市長 這個東西 實際上是非常敏感 因為建國市長 本身他 處在位置 實際上是因為政策的改變 那你說有優點 當然有優點 但這個優點 被他後面我說的設計不良 這件事情完全破壞了 變成是 因為設計設計不良 變成沒有人要來 那他優點 設計在國內 就用優點的確定 這點要約束一下 然後另外一點是 他原本希望建國市場 欠到所謂的430 那個430大家可能就不懂 他在北屯區的崇德路末段 我們從火車站 到崇德路的話 大家可以看看 我們可以經過幾個市場 所以 第二次就算有些 服務媽媽 他們從商話 想要來建國市場買菜 他們馬上再做兩個角色的 衝空車 這才會到 那有些比較關於 就是 那些住戶跟政府的反應的話 我們就有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在我們的一個紀錄過程上 有個夥伴是那個開紀錄片的 他其實是 已經有約好 之前有約好要訪問建築師 因為畢竟 你不能說片面就說 他的建築是不好的東西 因為畢竟建築師也是有用心去設計的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是 往後會想訪問建築師 和津發局的一些政策走向 像甚至當時候 火志祥時代是有 消假期也有負責到 搭檔進發局長 所以負責到這一塊事實 所以我們到時候也許有機會的話 我們也希望說 把這份的 建築得更完整 因為畢竟是當初政府想法 然後我們也希望透過想法 去了解到他們背後的目標 不過就算像 我了解到很多消費者 其實是很期待 新的建國市場的落成 因為新的建國市場 畢竟它比較乾淨 對於乾淨這一點 我相信很多喜歡光市場人 都會覺得說 舊市場是一個比較 因為已經用久了 當然會髒 所以很希望換到一個 更乾淨的環境裡 所以很多人是支持它這個行為 不過在新市場裡面 它周圍也是比較空曠 對因為它是往 漢西的那條路走 大家用到正西路 對然後它是在那個轉角上 不過因為它比較空曠 也是在交通藥道上面 那個地方停車路比較不方便 對然後它的停車位是不是夠 也許是我們要等到建國的後半生 我們才會知道它的答案 那還有誰要提問的嗎 有請問我剛剛前半生 比較晚了 沒有聽到 然後我先問一下 就是說 你們有跟那個在地的 里長有互動嗎 就是說你們剛剛有一個 一個夥伴說 有一點 你們形容有點 就是我們講 舊市場部分好了 說你們形容有點 艱苦卓絕 然後又會是用自己的自套腰包 然後用很辛苦的幫助去把它完成 然後我想說 那在地的那個資源 有沒有去 去運用到 然後這部分 因為 舊的建國市場 舊的建國市場 好像是乾淨裡對不對 算東區的乾淨裡 然後 然後 我的朋友都跟我 俄羅說 那個 張碧茲里長 滿意度算很高的 然後 我不曉得說 你們能去結賬 還是說 你們有你們的討異什麼 就類的 好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新的市場 我光看報紙就知道說 那個 有一些民意代表啊 比如說 黃國蘇立委啊 他們都有去 場刊 然後跟 那個 即將進駐的 他們的一些互眾說 哪裡要改哪裡要改 然後他們的 就是說 你們有沒有去 跟 你們有沒有去 connection 即將進駐的 他們的一些反應 有沒有去跟他們做連結 然後再來 做一個deback 這樣子 好 這個是第二點 然後第三點就是說 所以 這是我一個小小提 就是說 既然你們 這麼深入的 去 去融入 在我看來 算是融入了 好 那如果說 對於 新的建國市場 我相信你們有你們的期待 你們有沒有可能說 在他開幕的時候 就給你們 給你們 你們去做 warm up 暖場的 所以 就文創嘛 你們就 既然已經那麼 新跟舊 你們都已經投入了 那你們有沒有一個 提案 說 好吧 我們就做一個提案 然後暖場 暖場活動 就由我們開始吧 好 就這樣 對 對 那就先回答他第一個問題 就是 張幣之里長 對 因為張幣之里長 其實我們也蠻熟 他也是在我們社團裡面的人 然後 在很多的 有機會我們也跟他接觸了很多次 然後他 因為在甘城裡 這個小小的裡面 居然有四個市場 八個不好意思 對 更正一下八個市場 他是裡面 甘城裡是一個很多市場的地方 對 然後他投入在每一個市場 其實他都有在幫忙一些 那些居民去投入一些立委 還有一些尋求一些幫助 不過目前就是我們最近有接觸到一些很多的自治會的幹部 他們在回應政府的一些陳情書上 我也幫你們寫過一點點陳情書 然後政府目前其實有些陳情書和公文 其實回應的和改善的都有相當有限 因為在很多東西 以及是既定的建築形式上 我們不能再更改 他們很喜歡用這種理由去改 不過那些棟建築 已經不知道投入了幾億元再去改它 對 所以很可惜是 如果那些東西可以再改善 也許 因為居民覺得說 如果再改好一點 我們也許就可以接受了 就是大家互相妥協的結果 可是有些東西是並不能更動的 對 然後再回應第三個問題 我們要不要忘記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我們做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建築的畢業展 也是我們他們要畢業 因為畢業簡裡也是一種告別的事 我們要把這個地方告別 引介性的告別 也許這是我們一種更特別的 我們要去設計怎麼樣的活動 去來告別這件事 也許是一個大家來懂得 然後來大家怎麼樣做一些互相的活動 然後我可以預告說這個東西 這個建國市場 也許會在明年六月 就是搬遷之後 這邊會將會成為 馮甲建築系的畢業展的地方 他們希望用他們的作品 然後來描述這個空間 然後用他們的作品來形容一下 人的生活空間 也許會有一個 用創作的方式來迎接他 另外一個後半生 謝謝 那這邊就是作為小便 就是其實 建國居民在四年前開始 就不斷的 在為新建國市場的一些企業 因為他們一開始其實並不期待 可能有些期待 有些可能其實覺得說 即將反潛這件事 最大的東西可能很大影響 所以其實陸陸續續後來 他們有一次就會再做一些 抗爭的過程 但是到四年之後 看到結果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們中間的過程中 還有就是畫自己的設計圖 他們自己居民可能不懂書 然後也不會寫字 但是他們就是盡量去找資源 他們儘管弱勢 但是他們真的是努力的 在維護這群建國原住民而言 就是他們非常努力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畫了一個就是 新的建國市場的分布圖 之後到最後原本 那時候是說就是議會好像有通過 然後結果很奇妙的是 市府不通過 對 就是其實也看得出來 其實政府的跟市場居民的溝通 是有承見非常大的落差的 那所以 其實最後 然後 這是怎樣 好最後就是想要請 就是可能大家 反正大家可能就是 就在美國生活做到的一件事情 然後媒體是 經驗是發生在建國市場 但是建國市場走之後 它有些周邊的也會受到影響 那未來還有更多可能是 即將落落的 像建國市場一樣的市場空間 或是老舊的一些人事物 可能也會就是有一些改變 那可能作為台中市民的 引擁 可能都可以去觀察 就是不是說只有建國市場 本身 也就是去請自一下 就是我們的生活空間 我們的 就是在地居民的一些聲音 為什麼跟政府就是 應該說 當我們在做規劃之後 都是由上而下 但是為什麼不能就是 兩者是在一個可以對談 在一個可以溝通的一個狀態上 去產生更好的未來 那我也知道 可能今天的新建國市場 都不會變成說 居民們跟市場攤商們 就會覺得說 對它是不期待 或是對它可能會有恐懼 這樣的感覺 所以 記錄的這一塊 可能未來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 那假如今天 有對建國市場 然後 有一些想法 或是說 你有很多 不然已經有很多建國市場的一些故事 想要分享的話 那會後可以 就是跟我們做聯絡 然後也可以加入 或是加入紀錄團隊 然後幫助我們紀錄的成分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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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五分鐘片的話 是可以播放給大家 因為剛剛好像就是有 好 對 我們目前的紀錄片 有一個小小的片 給大家欣賞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面積變得很大 就是我們剛剛說 有一個很強的場面積 它的建築應該說 就是很自由 還很好奇 這種 入山鬼的 然後底下 又是一個比較多多的市場 就是可以看到那個 日記在發展 那種 有一個特效 一種小的 有一個小的 有一個小的 那一種 我都會看到 我都會看到 這個人生的 這裡 以及 你都會看到 那一個小的 鞍子彬晗 12 rifle 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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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tpri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在自己的地域流在做生理 我們身的事情都不會不會是 是把公民拿的人跟同學 他在去流在做生理 所以我們的生理 在有的時候我們會的事都難化 現在我們會有一個人去的關係 還是要做我們在這個當中的 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問題 我們的生理會這樣 不可以這樣 我們在這裡有這麼多人 全民家庭會沒有人出發的東西 外面就是千百百千千萬千幾個重要的運動 所以白廟現在是非常重要 香港外面就是一部分的路面 海裡的路面是一部分的路面 在外面的路面上 這部分是空間的路面 其實是一部分路面 外面的路面是一部分的路面 在外面上的路面上 海裡的路面上的路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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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